我们的救助建筑 为你说有敌人的歌手 命的依然是真理 命的依然是真理 黄黄上已经完毕 继续能处有敌 生世话与生心理 世界将会如太平 主爱的弟兄姐妹 说明了末关 口岛和心岛后 本集解释 祈祷是一场鼠邻的战斗 反对祈祷的论点 以及祈祷的困难与诱惑等主题 祈祷是一份恩宠 也是对上主之爱的回应 因此它需要决心与恒心不断的努力 教会的祈祷大师 和已经通过考验的圣人 都有相同的体会 祈祷是一场战斗 请问老师 祈祷是在对抗什么 与谁战斗呢 是对抗我们自己的软弱 以及诱惑者的诡计 诱惑者尽其所能 要人离弃与天主合一的祈祷 因为我们怎么生活 就怎样祈祷 怎样祈祷 就怎样生活 基督徒属灵的战斗 与祈祷的战斗是分不开的 最常见的祈祷困难是 未能完全把自己交托给上主 因为我们有很多产业的忌败 还要面对祈祷中的挫败经验 为神哭时期或低潮冷淡的沮丧而战斗 我们常因祈祷不能如愿 而感到失望 因为骄傲而受到创伤 而原本就有如完食的心 就更硬了 要克服这些常见的祈祷障碍 就必须学习谦逊 努力地以信心和恒心去战斗 请问老师 祈祷常常会分心走意的 根本问题在哪里呢 分心是祈祷普遍的现象 但绝不能忽视它 因为它常常影响团体的礼仪 或个人的祈祷 当我们奋力驱逐它时 反而更加严重 其实只需即刻返回 自己的内心就够了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分心的现象出于我们 没有选择优先爱他 因此战斗就在这里 我是否愿意下定决心 选择耶稣基督做我生命的主人呢 老师 需要以信德去面对 忠诚地跟随耶稣进入痛苦和黑暗的墓穴里 你们该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那日子 也不知道那时辰 无论新郎何时来临 都要备妥足够的游等待 才能持续地闪耀灯光 这一道光就是信德的光 不再有海坎 雨处在地心 什么都不去 不再有忧郁 不再有海坎 有我足够满足 请问老师 有哪些常见的错误观念 阻碍我们祈祷呢 以只有理性和科学 所能证实的才是真理 实证主义认为 生产和报酬才有价值 无法验证的主张 而且又没有生产的祈祷 没有用处 行动主义也认定 祈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 顿式行为 二 祈祷只是一种 简单的心理活动 只是为了达到 虚幻境界的收敛功夫而已 或者 祈祷只专注于 外在的知识与仪态 只是如理 行仪的无意识行为 三 祈祷无法立竿见影地 得到想要的结果 还浪费很多时间 四 祈祷是靠自己的能力 与基督建立关系 寻求天主 以上所说的这些错误的观念 很快就让人失去勇气 更没有持之以恒的力量祈祷了 请问老师 除了分心以外 还有哪些重要的因素 让我们无法专心祈祷呢 祈祷时 最普遍 而又最不为人 察知的诱惑是 缺乏性的 它并不是显然可见的 不相信 而是不知不觉地 表现在思想的抉择 或实际的作为上 心神固然怯怨 但肉体却软弱 自视过高 就会衰得越惨 由于灵修的松懈 意志的薄弱 会导致 信德的低落 与情绪的消沉 灵修教父指出 这些缺乏信德的根本原因 就在于懈怠 不知不觉地 帮傲慢的自负 开了一条大路 当我们开始祈祷的时候 一些紧急的工作 或焦虑 会一个一个地浮现 有时 看起来理智转向上主 作为依靠 但还要从心底的深处 询问自己 我的意志完全相信吗 愿意完全交托 我的自由意志吗 有时自以为完全信赖上主 但心中却没有意识到 其实还是坚持自我 这种境况就是 我们还没有学习心迁的顺服 放下自我 还缺乏信德 此刻 请记取 耶稣的叮咛 离了我 你们什么也不能做 面对这些诱惑 心灵必须明快抉择 什么是真理 什么是我的执着 我应该优先选择的是谁呢 谦逊的人 不会对自己的沮丧 痛苦 自怜 自卑 而感到失望 反而会更加坚定 接受现况 以信赖天主的大能为优先 再一次记取耶稣的叮咛 你们要醒悟 因为你们不知道 家主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傍晚 或许夜半 或许鸡叫 或许清晨 免得他忽然来到 遇见你们正在睡觉 本集的教理就共享到这里 我们下周再会